由于南加旅游产业不断成长 盛盖博士更成为许多大型旅馆酒店业者的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繁忙的Valley大道和Delma路口被视为黄金路段 因此现在又有一家连锁旅馆业者进驻 今天新旅馆举行动工仪式 未来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旅客人潮 当然也希望带来前潮 好 预计可以为盛盖博士带来不少的薪税收 华人聚集的盛盖博士繁忙的Valley大道上 早已成为许多游客造访南加时的落脚处 而今天破土的凯越酒店商场将加入当地现有的 另外两家旅馆酒店连锁业者 共同为旅客提供服务 凯越酒店商场的破土也象征着盛盖博士税收上将有更多的抑制 这些税收将会拿来作为盛盖博士道路修建 还有社会福利的经费 此外 因为凯越的这个建案 Valley大道的市容也将会变得不同 深盖博士市长也表示 酒店商场的建案将会增加Valley大道 以及周边道路的车流量 未来将会一并考虑整体街道重新规划 提供居民跟旅客舒服的居住旅游环境